我们来看4月6号到12号的各星座运势 如果你的太阳跟上升星座有落在 牡羊座的朋友们可能最近的开销比较大 财务方面有点吃紧 所以在用钱的时候最好先做好规划 另外呢提醒金牛座的朋友们 如果有人找我们投资 最好要知道投资标的实际状况 要不然盲目投资的话呢 造成亏损的几率是非常高的 另外要提醒厨女座的朋友们 可能会有一些突发状况 影响了我们跟伴侣之间的感情 所以在沟通的时候 最好要多多的谨慎我们的用字潜词 来看三颗星的部分 如果呢有落在双子座的朋友们 恋爱关系呢可能会对于未来的这个目标 两个人有一点不一致 而感到一些茫然 然后呢如果太阳跟上升落在天平座的朋友 可能合作事业因为目标的不一样 或者是两个人沟通上的状况呢 面临了合作破局的情况 若在摩羯座的朋友们 如果这个财务杠杆拉得太高的话 甚至你有点享受这种金钱投资的游戏 要小心会有失败的情况出现 接着我们来看四颗星的部分 如果太阳跟上升星术 是落在狮子座的朋友们 好如果生活当中 特别是工作上有一些阻碍的话呢 我们可以依靠我们的直觉 顺利的克服困难 天蝎座的朋友 如果还单身的话 最近可以好好的把握一下 有一些新的恋情正在萌芽了 留意一下身边是不是有人 对我们付出了特别不一样的眼神哦 另外 水瓶座的朋友们 我们可以非常享受现在当下的生活 身体非常的健康 工作以及感情世界 也都觉得非常的满意 最后我们来看五颗星的部分 这边要恭喜太阳跟上升星座 是落在巨蟹座的朋友们 个人的魅力非常的强烈散发 然后呢 这种感情也是非常的甜蜜顺利的 身手座的朋友 最近职场方面的好运非常多 就算工作上面有任何状况 都会有贵人相助 而且自己的一些工作表现 主管上司们都能够非常肯定 我们的一些成果 最后要恭喜双鱼座的朋友们 最近真的是财运非常的好 投资理财能够大有收获 口袋满满 自己也觉得非常开心 我们来看加码的部分 要恭喜感情最旺的就是 巨蟹座的朋友 工作最旺呢 我们要恭喜射手座的朋友 以及财运最旺 我们恭喜双鱼座的朋友们 谢谢大家